此时此刻在我们大屏幕之后呢 是我们今天的一对嘉宾 我想先请各位用最热烈的掌声 把她请出来 您好 您抱的是谁呀 我爱人 您抱的是你爱人啊 对呀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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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 天哪 你抱的你老公 对 哎呀 你太会享受了 哎呀 来来来 请公主 我老天爷呀 您太美了 我这怎么羡慕你了 亲爱的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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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多大年龄 五十了 五十了 五十 您多高啊 不到一米了 这这谁呀 我爱人 你媳妇呀 对对对 我的妈呀 你这本事太大了 你今儿是来气我的吧 你看那脚 他还晃得 你告诉我 我没有希望变成被人抱着那种了吧 这个怎么说呢 这是老天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体吧 又承受一些磨难吧 也就是说您一直生活在你爱人的怀抱里 现在来说婚后了 现在来说婚后了一直是这样了 完整的说应该是老天给了你一个这样的身体 但同时又给了你一个这样的媳妇 那这一综合说实在的 那我们只能说你这是幸福啊 对 现在你们是 问一下您多大年龄了 我今年四十二 你们这样出去可能很多人都会看你们吧 应该说在我们那个城市的话 基本上 人们可能都比较熟悉了 习以为常了 不像一般是 他经常会抱着你 我想知道 他如果不抱着您 您自己能行走吗 走不了 就是说你 我但我自己在屋里头可以坐着你 你是什么病啊 去骨症 也叫瓷娃娃 我本来想王导呢 抱着你溜达溜达 可是你说你瓷娃娃 我们是不敢动你的对吗 也不是这样 就是说 像我们这种病的话 一般说都是在 青春期 到了以后就 骨折就稳定了 像我的话 十五岁以后就不骨折了 你十五岁之前骨折过多少次 三百多次吧 三百多次啊 您都哪里骨折过 能说一下吗 都四只 就那个时候你有印象 你干什么就骨折了 都是很随意的 打个喷嚏 咳住一声 有的时候去 去求一件东西 东西没拿到 胳膊死真断了 就一拿东西 啪 回不来了 对对对对 您从十五岁以后 就没有再骨折过了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 其实你媳妇抱你 跟我抱你 后果是一样的 对对对 都不会骨折 对对对 也就是说 如果我要是抱你一下 你也不会反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 没问题的 一二一 不听 你看见 一样的 这有这么个媳妇 有这么个老公 这挺好的 我就觉得人类 这样的安排 其实挺好的 好 来 来 我慢慢把你放下 没问题 没问题 王老 您是不是 第一次抱这个 五十岁的人 第一次抱五十岁的男人 对 被妻子抱上场的老谭 性格十分开朗 可以说 他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一出生 就发现 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不仅体型上差异很大 而且极其容易骨折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生中 做了许多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不仅自学了日语 而且还为一家媒体 写专栏 提起他的婚姻 更是传奇 在他三十八岁的时候 娶了一个 貌美如花的妻子 那么 九十公分的雌娃娃 到底有着 怎样的人生经历呢 从一出生 就是父母就知道 您是这样的疾病 对吗 对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我一出生 医生就告诉我 说这孩子已经有三出骨折的了 然后当时也 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这个雌娃娃 这个病知道的人很少吧 就是说当时 医院也没有 就是不知道这什么病 最后的话 反正就是告诉我呢 就是可能是 软骨病 告诉我父母 你就报家去了 愿意给他点好吃的 给他点好吃的 这孩子也活不过一岁 然后那么我父母 反正就是说 既然 孩子已经投奔我们来了 只要他再一天 我们就对他好一天吧 老谭今年已经五十岁了 由于从小得了这个病 生活基本不能自立 需要人照顾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 却经历了一段 传奇的爱情故事 他的妻子名叫许盈春 是一位比他小八岁 而且身体非常健康的女士 那么这样两个生活 在不同城市 有着不同生活轨迹的人 是怎样走在一起的呢 可能所有的观众 最关心的是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对呀 你只有憋着长时间 我都一直没好意思问 其实我最关心的 也是这事 所以可能所有的人 见了你们 都会问这个问题吧 我们认识的 最开始是在网上认识的 网恋啊 合着是 盈春当时 你一聊天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对面 是一个什么情况的人 那个时候应该 不流行视频吧 那时候没有 没有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一开始就跟人说 说我是一个雌娃娃 还是等到有感情之后 才说我得跟人家 跟你说件事 你可是扛得住 也得扛 扛不住也得扛 像我们俩吧 认识的时候 也是有一定偶然性的 就是南方一家 体育媒体呀 他聘请我 当他的传稿人 然后每天需要 我在网上给他传稿 传稿 但他那个 那个报社使用的是 一个局域网 用咱们普通聊天工具 传播剧 后来他就发给我一个 只在四川 重庆地区使用的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通信工具 那个通信工具里 用户吧 很少也就二十人 那么他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这是原性的 太有缘分了 这是一定偶然性的 那做什么工作当时 这个给一些体育网站和媒体 做这个撰稿人 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到 他有很多的那个 他是一位专栏作家 写了好多的文章 尤其是体育方面的文章 就那叫什么 什么什么那英文 我也不太懂 ESPN ESPN体育网吧 你连ESPN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你说一下什么意思呀 ESPN嘛 这拿几个单词组成的 你看 ESPN是什么意思来着 它是一个世界最大的 一个体育电视台 对呀 然后在咱们中国 它的一个官网 世界最大的一个体育电视台 中国的一个体育官网 知道了吧 要记住 这些知识 简单的知识 你要储备 否则的话 人家要问你 你答不上来 你给我们大王小王丢人吗 我比较注意他的 就是因为 他上网特别有规律 他和一般的网友不一样 他都是每天晚上 八点多钟上网 然后待一小时就下去了 那我就问他 我说 你这上网这么有规律呢 那他说就是 要白天上班 晚上回来又处理一些家务 有空了 我上来看一看 那个时候您是单身状态吗 对 那个时候 就是 我对象 原来对象嘛 他那个生病去世了 我自己带个孩子 那就是两岁 两岁左右吧 其实 老谭认识妻子迎春 有一定的偶然性 2001年 两个人刚刚在网上聊天的时候 迎春才30岁 当时 他的丈夫 刚刚得了肝癌去世 心情很低沉 就在这时 网友老谭 无微不至的关怀 敲开了迎春的心 就那个时候 您的前夫吧 应该叫 对 然后去世了 也是意外是吗 就是 病 病去世的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您也挺苦的 对 突然有这样一个人 开始关心您了 对呀 然后就是 上网的时候 他很关心我 每天 这个什么生活状态 你今天累不累 你喜欢聊天 很体贴的话 人家说我们两个 能有今天的话 也就是说在于 我们两个都没有避讳 自己的这种 真实的这种 这种生活状态 因为首先他问我 你在哪工作呀 那我说 我在家工作 他说那你多样顺手了 我说我多样顺手了 他说你在家工作 我说我身体不行 我出不去 自然而然就说到 我就又差你 所以当时情况下 也没有想到日后 能够发展到这样的 也一种什么 或者说你刚开始 跟他正常聊天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人 就是那个专栏作家 写文章的那个人吗 知道 你不是被他的文章吸引吗 不是 到现在也没知 他也不喜欢看我写的 那个体育那样的文章 根本不懂 是不是 我喜欢这种 那我就更觉得 必须要问一下 那他喜欢上你的是什么呀 真的问他了 对呀 你喜欢他什么呀 他跟我讲的 他身体状况很不好 但不好呢 但他又说 他每天工作非常的忙 问他干啥呀 他就说每天 他得写很多东西 他得就是投稿啊 我就感觉 他是一个什么呢 不是一个天天就闲在家里 就等啊 靠 靠药的那样的人 是一个就是什么 有非常 自知其力的 有积极的生活态度 的一个人 而且性格非常开朗 非常昂扬 我那时候 有心情不怎么好啊 每天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总开导我 我感觉 从他的 从他的言谈里边吧 我能感觉到 我的那些 就是苦闷啊 不算什么 你们俩是典型的网练了 很久之后才见面的吧 就是一年吧 一年吧 一年 一年 见面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 他是什么情况了吧 没见面之前 应该就知道吧 没见面 他寄过来 照片 我看见 看见过照片 你肯定是给人寄了 半身照吧 全身照 就是坐在轮椅里的 就这样的吗 对 他就坐在轮椅里 就个子小小的 就那样能 对 你这乍一看吧 有点像雪村 真是 小版雪村 对啊 小雪村 当时的时候 就是说的 他想 他说想看看我照片 当时那网络吧 连纯照片都传不过去 所以说 这怎么办 我就给他扭吧 就咱那样 胶片的那样的 那个照片 扭过去 让你把看去吧 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吗 那会儿 他有一个 这个那个 就是翻拍到网上的 有那么一张照片 我看着了 然后他传给我了 你是不是觉得 好漂亮啊 而且呢 他当时是和他家人 在一起照的 那张照片 还不上自己照片 当时反正就是知道 知道说 这眼看上去 好像就说 感觉吧 就是说比较踏实啊 你是从头到 漂亮啊 对啊 关键是 我要是你看到他 好像他这个子这么高 长得也漂亮 这个我可能就自己 就选择了 放弃 咱们就这么着吧 再就别聊了 因为对于我来讲 那么就是说的 我们两个 就在网上 也量身了 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无论说这个 从哪里角度讲 感觉有多深不说 至少说呢 都走进对方的心里去 我就和完人 我就讲 我说咱都这么 都三十多岁年了 而且我还是这样 一种身体状况 就是好像 不能种风华雪月 这肯定也是不现实的 我网上聊得再好 毕竟是 毕竟是虚理的 然后我说 应该是 咱们应该见一面 对于 对于我这样身体情况 可能说 对于 对于特别 对于他的父母 可能这种心理冲击 应该是相当大的 所以对我很清楚 没错 没错 一定是这样 所以说后来 我就跟他讲 我说 他也这样说的 所以咱们的婚姻 将来如果有婚姻 或者咱们的感情 一定要有 双方父母的祝福 没有祝福 就是不能幸福的 2011年12月11日 已经在网上 聊了一年的两个人 决定见面 丈夫刚刚去世的迎春 顶着压力 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来到辽宁锦州 那么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老谭到底做了什么 让迎春坚定了 要和他结婚的信念 他们的婚姻 有没有受到什么阻力 那我就想知道 你是怎么突破 他父母这一关的 要说的话呢 别着急 先说你们第一次 哪见面的 他到我家里了 因为他把我这个情况 跟他父母讲了 但是他父母呢 就说的 可能就是说 也考虑了一段时间吧 他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的你 我父亲要和你 在电话里就谈一谈 而且因为当时 全家人都遭遇了 刚刚遭遇了一次 重大的打击 爱人去世 所以我想爸爸 对你再次结婚 再次谈朋友 应该是很慎重的 他希望 至少希望我是 找一个身体 非常健康的 那爸爸肯定不同意吧 他很意外 然后的话呢 但是老人跟我说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的 你们毕竟 认识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说的 从我女儿嘴里说的 都是你的优点 我毕竟不认识你 我没有办法去 反驳我女儿的观点 所以你这样 就是呢 无论说从你们 交朋友也好 还是说从你身体状况也好 就是呢 说我呢 同意让我女儿 到东北去看一趟 也就是说 当时爸爸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让你看完以后 你自己就退回去了 应该没有 他就是让我好好看看 就是要 把这个事情要落实一下 因为网上毕竟那个 也有担忧吗 对于我们感情这方面 我爸没有 没有怀疑过 我觉得爸爸 也许当时想你去看 看完了也许你自己 就打开明古了 当然 在情感中 他更多的是希望 爸爸不这样想 但是作为父母来讲 我相信任何一个父母 都会站在自己的 孩子的角度去考虑 所以说 他也是想给你点困难 让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也许你自己退 当时老人 跟我讲的意思 就是说呢 就是说你 不要去想 看的结果 也许见面以后 感觉都没有了 真的 对呀 但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不希望 这件事对你 遭受什么伤害 因为你身体也不好 对了 爸爸特别怕 他甩了你 所以说呢 就是说呢 无论如何 让他去过去看一看你 或者说爸爸认为 我估计我女儿见了人 肯定会有退缩 会有改变 对 您就去了 关键是 也就是说 你在没有见他的情况之下 你就决定要 嫁给这个人了吗 那个时候 还没仔细那么想 那你就跟你爸爸说了 就像我们感情 已经挺深的了 挺深的 也谈到 就想走到一起 就必须得跟双方父母 得说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或者我 怎么对他产生感情的 就想走到一起 因为爱有很多种 我父母那种爱 反正就是 感觉只要我幸福 我快乐的 就会怎么呢 支持我的 就是咱们其实从头到尾 都没有特别反对 朋友也好啊 或者媒体朋友 采访我的时候 也经常会问到这问题 我说 对啊 我说我们两个走到一起 我觉得最大的一种力量 就是我的岳父岳母 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候 给了我 有无比的信任 对 这非常重要 那既然岳父岳母 无比的信任 那我接下来就想问一下 你的那个孩子 当时你见他的时候 孩子多大 两岁 两岁 现在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吗 对 他对你这儿子好吗 非常非常好啊 非常非常好 比我还细心 这个男人一看就是一个 情质上的非常高的男人 对 而且他是一个 非常会交流和表达的男人 关键 你包括他自己 开心的时候的那种小动作 那两个脚的那晃动 我就觉得 有点那种心花脚放的感觉 关键 您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去东北 你自己去的吗 对 对 我第一次去的 你也不能去见人家 对吧 对啊 我也见不了了 然后是我的 我的 我的家人 我的姐 我的哥哥姐姐 我还有我父亲 都去接了 他们会不会 当时也担心 你这段感情啊 你的爸妈什么的 从我们两个 这个感情公开 一直到我们婚后很多年 都实际都是生活在 人们的志愿当中 走在街上 人们的指指点点啊 也有一些的 和我父母啊 说些什么呀 特别是 在我们结婚的第三年 我父亲 就得肺癌了 得肺癌以后 我父亲去世了 那么在我父亲 没得病的时候 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突然间就去世了以后 这个家实际上等于 完全落在他的 他和我的身上了 当时就是说 熟悉我们的人 当时就是 都窃窃私语 所以也说 这个家 这以后可怎么 可怎么往下过呀 但是我们就很多 很平坦地面对着 因为生活就是这样 现实就是这样了 老人去世了 那也没法迷转了 听他说吧 在他和我的这种 支撑下 现在我们这家 现在一年过去了 依然过得非常好 明晨我想知道 你见过他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 有点失望 当时第一次 也不是失望 就挺爱他的 那个时候就 觉得感情挺深的 但他身体有那个样子吧 我就挺心痛的 那种感觉 确实也像你说过 因为我要是 答应跟他在一起 我要承受很多东西 我相信 所有人都会反对的 当时我就 我在想这个问题 我能不能 就克服这些东西 但我就是一想到 就跟他 就是从一开始 跟他一起接触 然后我的变化 主要是我的变化 我舍不得 就是就放下这段感情 就是说你第一次来 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你就走了 对对对 回去以后 你想来想去觉得 还是爱他 或者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就是你孩子的爸爸 离开之后呢 实际上你的心情 一直是属于 这种比较糟糕的 这种状况 对 自从有了这个人 或者说从这个人 出现的那一天起 你会发现 你一天比一天快乐 对呀 直到你见他的时候 你觉得 其实他的这个外表 并没有影响你的情绪 没有影响 反而觉得生命中 多了一份情感的那种依赖 对对对 是吧 就是心不孤单了 心非常的充实 第一次 东北待了多久啊 一个是一个礼拜吧 那一个礼拜你们都在干嘛 就可能他们家是挺和谐的 就拉过手吗 那一个礼拜 拉过手 那一个礼拜就上手了 哥们儿你行啊你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问详细点 一个礼拜真的就上手了 拉过手 这是拉了手吗 因为见面了 其实自早说得握握手吧 握握手和拉握手 可是不一样的 对呀 然后我就是 我得尝试一下 就是说 怎么就抱他呀 就这些 我看我能不能胜任呢 我感觉 也就是说你来之前 已经想要嫁给他了 对 要尝试着抱他 对呀 我要看看我能不能 就是照顾他 他第一次抱你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呀 和我母亲抱我 感觉也没有什么不同 他说的有道理 也没有什么不同 不信 他说的有道理 就是因为妈妈 就是这样抱他的 对他来讲 他更多地感受的是 多了一个人关怀 但是这些问题 对我来讲都不重要 我说的是 一个礼拜动了手 什么时候动得口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他在我这待了一周时间 他一直在旁边 静静地看我母亲 怎么样来照顾我 他走的走之前的时候 和我父亲 谈过一次话 就说你 你在这待了几天了 看着 存活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你没有办法 在这一周时间里头 这样做出一个 什么样一个决定了 我们也没有这意思 但是呢 他就是这样 每天都得需要 都得需要人去照顾 那么我记得 当时他跟我父亲说的 就是说 他和照顾孩子 没有什么两样 原来一个孩子 等于带了俩孩子 对对对 然后这个人呢 还是一个有思想 有能力的一个专栏作家 他第一次走了之后 你想他吗 那当然也想 不过的话呢 你最好说实话吧 对 那应该是想的 因为说的 不管说 也过去的一年 怎么的 那么就是说的 毕竟是建筑就吃面了 然后来去匆匆了 那么走 走以后将来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谁也都难说 这个 你怕他变卦吗 怎么说呢 要说是怕 倒不至于 但是确实也有这种 思想准备 因为说毕竟说 我们之间面临的问题 还有 这个清天由命 对他来讲 可能是长期的准备 别说他现在 就这样身体的状况 有的就是 稍微有点残疾的人 你让他去追求一份 就是比较完美的那种 那种爱情的话 他都不见得有那种勇气的 没错 所以你太棒了 但是我在他身上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 他没有那个勇气 两人见面后 就开始考虑到 结婚后生活的问题 但是摆在面前的 一个现实问题是 当时 迎春在四川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如果要和老谭结婚 就意味着 要放弃自己的工作 可对于这样的家庭 又是不现实的 就在大家都不知道 如何是好的时候 老谭做了一件 让所有人 都出乎意料的事情 当这位女士准备 随她到东北 到吉林 去生活的时候 可是又出现一个问题 她以前在四川 是有很好的工作的 对吗 对 但她如果要是奔她来 那就相当于 她就工作就得放弃 而且还是个国企 是吧 对 对 就很好的工作 对 后来这位先生 他很厉害 他很了不得 又想办法了 是您想的办法吗 对 是我想的办法 您想什么办法呀 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呢 就是说 我们刚开始讲到 想到谈活轮架的时候 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她的工作怎么办 如果她是一个临时工作 很简单 辞掉了到那边找一个 但问题是呢 她是在四川的石油系统工作 那我一想我说 这怎么办呢 后来当我们结婚了以后 我就 大着胆吧 就是给他们的 中国石油天然系统公司 总经理 我写了一封信 我的天哪 你这特例太大了 把我们的这个 什么结婚证书啦 什么的 都发回去了 当我把这信发走了以后 可能就是都说 说你的信 没有谁能看见了 这事情真就是很突然 就是说 在我这个 Email发走第三天的时候 那么这个部长 就委托他的秘书 就给我打了电话了 一个就是说 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第二 你们是不是这个情况 我说是这个情况 第三个问 说在你们当地 有哪些单位 是归我们石油物馆的 你向我们提供 几个单位名帐 天哪 你说你这 对我来讲 能收到一个这样来信 我就已经 一个电话 我已经可满足了 我就觉得 就好像已经给我解决了一下 我是六月份写的这个信 那么到八月份的时候 因为他是 他是四川省 自由管理局的老母 然后他单位 送他到国外去刘养 刘养回来以后 他就直接 从南方直接 就飞到我这儿来了 他们就不到一个礼拜 才单位领导委来电话了 所以这个石油总统师 来几个领导 到我们这块来外调 也来了 天哪 所以就是 山上还得自己努力 对 一个是自己努力 再一个 他这个自信很重要 有的时候 我们不敢想的事情 你可能就永远不去做 你怎么就知道 那个部长 一定不关心这种小事呢 我相信任何一个部长 你给他这样一个 关心底下人的 那种机会的时候 他一定会重视这件事情的 因为这是个好事 你在四川工作 在东北工作 其实对于部长来讲 我相信 他都清楚地知道 既然是劳模 在那是劳模 到这也可以是劳模 对不对 那说明你们俩那个时候 已经爱得不行了 你想他出国去旅游 然后或者是休养 然后回来 第一件事奔到你那儿去 因为他那次来的时候 他就看着我母亲照顾我 就已经有点力不充心了 那么实际他就说 就很惦记我们这边 这个情况 你会不会经常 跟你这媳妇说 你很感谢她 也很爱她呀 说是肯定要说的 说得多吗 倒是不多 我这言来讲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 用行动去做 举个例子 所以我们俩结婚以后 我就记得有一个媒体朋友 在采访我的时候就说 你能给我们一个誓言吗 我说我不发誓 我说这婚姻是现实的 我说你所有誓言都是藏外 当时我说了一句话 当时媒体记者就笑了 我说你那个 海忽实烂心不变 我说事实证明 有很多都是 海也没忽实的 也没烂 但是新变了 你觉得你担心她变心吗 不担心 要是有变心这种可能 那可能也就没有十一年 这样的一个 结婚立场算 因为你说我最清楚 这十一年是怎么照顾的 因为你的这份信任 才能让她安心地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你们 这十一年间 您说你有过那么 分分秒秒的后悔过吗 你得说实话 没有 没想过 从来没想过吗 从来没想过 就任何家庭都会遇到困难 但我们家遇到困难嘛 我们就是包括 我们家就在一起商量 这事情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以后 我们家的人非常团结 你们俩激烈地争吵过吗 你们俩 也没有 似乎好像在我们家 没有这种去争吵 去生气 现在老谭不仅给一些 专栏公稿 他还组建了一个 辽西瓷娃娃罕 罕见病爱心同盟社 去帮助瓷娃娃家庭 到目前为止 这个九十公分的瓷娃娃 已经帮助了许多 需要帮助的人 关键今天我看到台下 有一位穿粉衣服的先生 一直最热烈地给您鼓掌 你们是认识吗 我们是一起的 我本身我是瓷娃娃 那么我深知到 这就是这一类的罕见病 就是困住应该有多困难 所以我想呢 因为现在我可以了 那么我也想呢 让更多的人 能够得到一些帮助 那么我就成立一个公益主持 那么这位穿这个 粉色衣服的呢 是我的这个锦州市瓷娃娃 爱心协会的保障部长 他不是瓷娃娃吧 他不是 他是瓷娃娃的故事 这个是小伙子 小伙子你好 你好 几岁了 十三 你小的时候哪里骨折 大骨折过多少次 十三次 就在一个地方 他的骨头相对来说 比较脆一些 是吧 就是我们两口子就是 一人拉一个手 他走到的时候 遇到一个小石块 踩上这小石块 都容易骨折 他现在也不会跑 不会跳 只能说是 走这种平道 这么严重 所以这位妈妈小 在她小的时候 一定经历过很多的煎熬吧 对 小的时候的话 确实很不容易 就只有这一个孩子吗 对 再要一个的话 怕承受不起 你好 我的女儿也是个刺娃吧 姑娘你好 你好 你多大年龄了 十六 你哪里骨折过 大腿 也是大腿 对 骨折了多少次 二十多次吧 因为经历的很多吧 由于他们这种病的特殊 让我们比常人承受的要多一些 您还记不记得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恢复到三个月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就是说能正常的爬行的时候 因为她小嘛 你就怎么看着她 你也要去生活 回身求东西什么的 她自己就碰触到墙了 然后她就喊 妈妈妈妈我腿又折了 但相对比吧 她还是比较幸运的 你看像大哥他们 那个时期没有很好的医疗条件 现在我的女儿正在治疗 跟她以前没治疗前相比较好多了 所以虽然苦过 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您看到他们以后 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个榜样啊 那当然了 自从认识大哥以后 对我们帮助 不管是从精神上 还是说对孩子是个榜样上 这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姑的时候 是这小姑娘 一般主任 在那里找到我的 她说你是不是就吃娃娃 我说是 她说我们班里就有两个 我说你找到我有什么需求吗 她说我就是想你来看看她们 让她们和她们的父母看看 就是到你这个年龄了 你仍然能这么幸福生活 所以很佩服她们啊 当时她们来的时候 我们的编导问您太太说 你们还有什么样的梦想吗 这位太太说 你们特别希望有机会 能去远途旅行一次是吗 因为说什么呢 我们俩刚结完婚 她家庭就到了 然后她就返回去了 所以我们两个 应该说是这个 没有蜜月的一个婚间 应该说吧 就从完美的角度讲了 还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希望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公司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能够跟我们联系 不仅他们 最好能把那些孩子们也都带上 然后呢 带他们出去玩玩 不一定很远 但是呢 只要是一个有意义的一次旅行 今天也特别高兴 迎春和她的老公啊 给我们展示 他们这么积极阳光的一面 他们传奇的爱情故事 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观众 包括我们这几位啊 看到他们的故事以后会很感动 如果希望联系他们的话 也请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我们将找个机会再请他们来 好不好 好吧 谢谢 谢谢两位 哎呀 哎呀 再见 哎呀 你说你这日子过去 我怎么那么羡慕你了 有些人大吉标志 好 一定去 一定去 再见 再见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 太棒了 这边 再见 节目录制结束后 老唐告诉我们 他们的爱心同盟社 已经帮助了多个困难的 雌娃娃家庭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 呼吁社会上更多的人 来帮助这个特殊群体